温厌的容色和热烈的心,也会因困苦而起了变化。 莎士比亚最恶劣的事态,总有一天告一段落,或者逐渐恢复原状。 莎士比亚生活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没有阳光。 智慧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 莎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它本身无关的算计,那就不是真的爱情。 莎士比亚宁愿做一朵笔下的月花,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强违。 与其风云献美,偷取别人的欢心,无名被众人所避弃。 莎士比亚任何恶德的外表也都附着若干美德的标志。 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,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。 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。 莎士比亚在身受时化作甜蜜。 莎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好比是做地狱。 一辈子鸡争额斗,不得安生。 相反地,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。 就能百年协和。 幸福无穷。 莎士比亚。 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。 可是,不要过分狭逆。 莎士比亚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, 其不像连日工作那样疲乏。 莎士比亚,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的更高。 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。 莎士比亚,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, 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, 也必须在他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。 再有感受他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, 才能体会到他本身的价值。 莎士比亚富贵不然和友谊的好坏无关。 但是,贫穷却最能考验朋友增爱分明的真假。 莎士比亚,不素知可致在告辞以后才最受欢迎。 莎士比亚,无言的纯洁的天真。 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。 莎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,不如做聪明的愚人。 莎士比亚。 莎士比亚善光的东西,并不都是精子。 动听的语言,并不都是豪华。 莎士比亚华。 莎士比亚佳一封的生意。